每天拼命凑够的一万步,真的能换来健康吗? 最新的医学大数据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 就在2025年12月,顶级医学期刊《内科学年鉴》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。 科学家追踪了超过3.3万名平均年龄62岁的英国人,整整观察了9年。 结果发现,运动的质量,也就是连续性,远比部署总量更重要。 很多人习惯在办公室里零星走动,接个水,复印个文件。 但数据显示,这种持续时间短于5分钟的碎片化活动,对长寿的贡献微乎其微。 真正的长寿分水岭,是15分钟。 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组对比,得出了两组极其震撼的数据。 第一,在部署相同的情况下,习惯每次连续走15分钟以上的人, 全因死亡风险竟然比那些只走5分钟碎片步的人,整整降低了82%。 第二,在心血管疾病方面,连续行走组的患病风险也大幅下降了66%。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? 因为心肺系统的强化需要持续地负载。 当你连续行走超过15分钟,心率才会维持在有效区间, 血液循环会加速冲刷血管壁,代谢开关才算真正打开。 那些短于5分钟的挪动,心率还没提起来就停了,身体根本没来得及产生保护性反应。 所以,如果你每天步数不到8000步,也没关系。 只要你能确保其中有那么一两次,是一口气走完15分钟的快走, 你获得的健康收益,就远超那些在办公室挪动了一整天的人。 记住,心脏不需要你不停地点火,它需要的是你稳稳地跑上一阵。 关注我,带你拆解全球最前沿的医学真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